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要寫一個BMI計算的程式 這個程式BMI是什麼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我是在Google上面輸入BMI關鍵字 第一個連結就是亞東醫院 它這邊有一個BMI值的計算器 我就模仿BMI值的計算器 然後寫出一個Python的程式 這個地方當然 首先第一個BMI的計算公式 這邊有就是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而且這身高它的單位是公尺 跟我們平常輸入的習慣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平常是輸入公分 所以你可能就是輸入公分之後 你必須要再把它轉成公尺 然後才能夠得到BMI 第一階段可能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得到BMI的值 然後第二階段就是再去做判斷 到底你的BMI得到的結果 是底下這邊的邏輯哪一個 也就是如果你BMI是小於18.5的話 那就是過輕 那標準的話是18.5到24 這個叫正常 其他的話就是再往上就是過重 然後輕度肥胖 中度肥胖 重度肥胖 所以如果假設了 第一個 我要寫一個 計算BMI的程式那該怎麼做 首先一樣就請它輸入 大家要輸入變成輸入兩個 所以變成要輸入兩個input 所以第一個請輸入身高 請輸入體重 OK 然後輸入完之後呢 我們就利用這個公式 取得BMI的結果 然後就把BMI的結果 print了出來 大概是這樣 所以程式大概就四行 第一行 輸入身高 輸入體重 有沒有 然後再計算BMI 再把BMI print了出來 應該不難啦 所以這個程式我已經先寫好了 我把它寫在雲端白板的第15頁這邊 先計算BMI的結果 那我是建議啦 如果可以你自己敲一下 然後呢 我們先開一個新的模組 新的module有沒有 然後把它直接敲上去 等下拖欄一下 我先貼上去好了 OK 好 那首先的話呢 我就先請輸入身高 然後呢 那input 外面呢 因為可能身高有人比較計較那個點擊 比如說我是175.5 OK有沒有 這個點 所以有小數點的話 那理論上這邊就用floater OK 但是啦 我前面講過啦 如果你假設啦 你不想floaterint的話 那很 就很簡單嘛 你就改一下 這個evil這個也可以 所以這個好像我覺得比較萬用 所以 如果假設有用到floater的話 說不定你可以用evil 好像比較簡單 然後呢 那我因為身高輸入之後的話 理論上是輸入公分 那因為呢 它的單位一定要是公尺 所以後面再除以100 得到的就是h 我的變數名稱 就用h當成是身高的變數 那體重的話就是用w當體重的變數 OK 所以輸入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要做一個計算 那計算的公式喔 剛剛在這個雲端上有就是 你什麼 就是這個bmi計算是 體重 就w 除以身高的平方 身高就h嘛 所以平方的話呢 就乘乘2 還記得吧 上禮拜才有講過平方嘛 乘乘2就是平方的意思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算出bmi了 OK 所以假如說呢 我希望喔 把bmi print了出來的話 那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把這個printer bmi 我們來試一下 隨便輸入一個身高體重 執行一下 請輸入身高 180 然後體重的話 假設是 80好了 OK Enter 這個 得到的bmi呢 那就會是像這樣子 24.691358 一堆 可是你說 老師 可是bmi 第一個啦 我不希望他bmi 小數位這麼多 如果我想要取到 小數點的第二位數 就跟Excel一樣 Excel很簡單嘛 Excel增加小數點位數減少 Excel很方便 就是點點就OK了 但是如果假如說呢 你要在Python裡面呢 取到小數點第二位的話 那怎麼辦 比較麻煩一點 一般呢 幾個方法 要不然就跟Excel裡面用Round的吧 Round的其實也是個方法 要不然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你可以用Format 那所謂的Format 格式化喔 這個蠻重要 因為在Excel裡面有所謂的格式 在Python的話 如果你假設要格式喔 那你可能就要想到 一個函數 叫做Format 所以如果假設要取到 小數點的第二位 該怎麼辦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這個變數前面喔 我先按個空格好了 前面呢 記得加一個 那個什麼 格式的一個公式 那個格式公式就 記得放在一個文字裡面 前後算以後 先加個大瓜糊 移到中間之後 冒號 加一個點2F 所謂的點 點的話 指的是小數點的位數位置 2的話是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然後F的話 指的是它的格式 它的Format 然後呢 這個就是我要格式 成小數點第二位數的一個公式 OK 然後後面加一個點Format OK 那這個Format函數呢 裡面就放什麼呢 放那個 BMI 那我就可以把 剛剛小數點位數這麼多 沒有 這麼多 那因為經過這個Format 取到小數點第二位數之後的話 你可以得到的 就會是24.69 試一下好了 執行 一樣喔 180 80 剛剛是一串 那經過那個Format之後的話 得到結果是不是 如我們所願呢 有沒有看到 得到結果就是24.69 有沒有 剛剛是這麼一長串 現在的話呢 就是只有取到小數點第二位數 請各位試一下 所以喔 直接Print BMI 我們剛剛為什麼可以把它變成小數點第二位 記得喔 先加一個字串 有沒有 那這個字串的部分 其實算是它格式化的固定公式 那你說老師那有沒有別的啦 其實你在雲端上我有放 看一下喔 在底下的 基本語法底下其實有個表格啦 就是說 要怎麼格式化 這邊有一個第19頁這邊 如果你要格式化什麼 它的相關的格式就是要如何 比如說我們剛剛取到小燕第二位數是長這樣子 你就把這個格式放在那個字串裡面 然後面加上點Format 並且把什麼 把那個BMI放在Format的瓜糊裡面 它就幫你把它格式化了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那這個是第一階段 就是先計算BMI 那接下來第二個什麼 再判斷說 它到底是 什麼 過輕呢 還是標準 那還是過胖 過胖的話呢 還有四個Dable 所以你變成你要怎麼樣 最後把那個評語 給顯示出來 比如說 那24.69 這什麼意思啊 看不懂耶 你可以幫我轉移一下 所以底下Python怎麼轉 底下的話就可能要自己寫啦 不過這個應該也不難寫 這個跟前面寫的方法差不多啦 所以這個規則 或者你Google查BMI 這邊就有一個表格啦 就是這個表格 試一下喔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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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 proteín 什麼